大家好,欢迎收看11月22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,我是石一玉兰 新闻首先来看到花莉县环境保护局为了表扬清洁队员的辛劳 22号的上午在新天堂乐园举办了112年度清洁队员表扬活动 各乡镇市长也都到场祝贺 而县长许正卫也齐勉全县607位的清洁队员们 为花莲县的环境做出贡献 在清洁队员的前夕,现在许正卫为了感谢清洁队员的辛劳 22号上午在新天堂乐园表扬获奖的清洁队员 并且感谢清洁队员在垃圾分内源头减量的成果 才能够让花莲县在全国平均当中 垃圾分内回收已经拿到50%的作业成绩 我也要谢谢环保局以及各清洁队 我们在垃圾回收之后的分内多年来都是全国的特优 再来谢谢我们的环境部给花莲县清洁队以及环保局的支持 无论是我们普世格或者是我们清洁队的队部 以及我们未来要优化的各乡镇的我们的公共厕所 以及未来的相当多的重机重型的我们的 无论是洗街车、扫勾车或者是各项的机具 我们都一并的谢谢环保部好不好 现在许多表示清洁队除了执行垃圾分内之外 近年还要只有倾销的工作 工作量可以说是相当的大 而这些都是花莲环境永续的指标 而这些奴隶归功于在全县670位的清洁队员 才能够让花莲拥有如此美好的生活环境 记者就容易解释不到 感谢大家 genial 感谢大家 感谢大家